大家好,欢迎来到原料之家的厨房教室。 我是你们的阿勇厨师,教你如何制作可爱又浪漫的樱花冰皮月饼。 我喜欢用了帕克无盐黄油来增添月饼的色、香、味。 首先,以170度烘烤葵花籽、瓜籽和南瓜籽3到5分钟。 130克到140克的热开水,将15克的了帕克无盐黄油加入水中,搅拌至融化。 接下来,将250克的樱花冰皮玉拌粉加住。 首先以慢速搅拌30秒,然后快速搅拌3分钟,直到面团均匀且光滑。 用保鲜膜包裹面团,与芒果杏陶、贝茶、伯爵茶冰皮月饼一样,0到5度冷藏1小时。 步骤2月饼线,250克低醣白莲蓉,添加10到20克优质葵花籽, 10到20克优质南瓜籽,10到20克优质瓜籽,搓揉均匀。 取30克的馅料,搓成圆形。 再取30克的冰皮面团。 搓成圆球。 樱花冰皮柔软,如雪花一般轻盈,它淡雅而持久,令人陶醉。 记得点个小爱心,借您善良的心温暖这中秋。 谢谢您。 搓成圆形后,使用65克月饼模具。 撒上一些高粉。 月饼外层的颜色是淡雅的粉色,如同绽放的樱花瓣,令人着迷。 将面团放入模具中,然后用力按下,直到感觉到一些阻力。 记得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您的成果,建议冷藏以获取更佳的口感。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视频节目。 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,获取更多美食制作的视频教程。 祝贺大家中秋节,平安如意,快乐幸福。 感谢您的观看。